另据外媒报道 受全印废钞令的影响 来到印度盛城布什格尔的外国游客 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 为此他们不得不采取 街头卖艺的方式赚钱 自上个月8号 印度实施废钞令 两款旧版大面额纸币 已经无法再流通 这意味着全印度86%的钞票 将不再是法定货币 这一举措致使印度国内出现换钱难 印度多地的取款机和银行 已经没有可兑换的小面额货币了 这也使得正在海外印度旅行的旅客 因无钱可花 所以很难购买食物和饮水